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屋警報高潔免費 蔡英文總統就任已經快要滿一年 520即將到期 公屋改善其實是從競選期間 一直到上台以後非常重要的政治承諾 民權院長在前陣子公布了一個跨部會的 14項的公屋改善政策 那針對這些政策 這幾天他們在中部跟南部正在召開公聽會 那明天有一場就是在我們高雄的公聽會 要討論整個空屋防治的政策 那針對這些政策 我們認為不只是中央政府要做 地方政府也有責任 但是我們長期以來 其實高雄的全府威力濃度 還是超標非常嚴重 去年我們在鳳山跟南紫 都是全台灣的全府威力濃度 是最高第一名的 高出全台灣平均大概20維克左右 但是大工廠固定污染源 他們在排放懸浮的 就是立狀污染物的時候 是免收任何一毛錢空污費的 那我覺得說這個部分是一個非常大的漏洞 應該趕快補起來 另外我們現在已經開增的 這個流氧化物跟淡氧化物跟VOC的空污費 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如果我們以流氧化物來說 在台中火力發電廠這種 在台中是二級的污染防治區 他們排放一公斤的流氧化物 只要繳七塊錢 比我買的一瓶這麼便宜 這樣最小的一瓶飲料 我在這邊可以買到飲料 都比它還貴 這要八塊 那排放流氧化物一公斤 只要七塊錢 所以我想這樣子是完全不成正比 我們現在的這個物價一直在上漲 但我們的空污費並沒有去反應它真正的成本 建設推動以來 在長期受到這些污染之下 而且是公安的不斷 也知道說在前幾年的9月28號 也一個中零路的路塌 到現在也沒有完成 也繼續還在工程在做之中 那在前幾天也發生一些公安事件 就是中流的那個劉化氫中毒事件 123號 長期以來在這邊的一些公安事件 非常的頻繁 那我們這次的 這次的公聽裡面 也沒有聽到 林海工業區 他整個的怎麼去改善這些污染 那這邊的居民 是怎麼過日子 我希望外界也不曉得 那我們現在的地方政府跟東洋政府已經連線了 完全執政了 在去年的11月份林權院長也來告大林埔 帶著我們那邊的國營事業以及我們高雄市政府的市長 來跟大林埔人說聲道歉 也承諾說 到底大林埔要不要先存以火還是要改善 那邊的污染污染源 那到現在也要求我們的環保署長 李署長 每三個月要下來高雄 那我現在也要呼籲我們李署長 三個月已經超過了 你在去年的時候 也來過一次 那現在五月一號了 已經超過三個月 我希望你再下來一次 看一看 這是我們這邊 居民 希望我們的地方政府 跟我們的中央政府能重視 我們這些工業區的災命 要發展的工業 也希望我們百姓能夠健康 這是我們的心聲謝謝 現在就讀大山的學生 那其實因為我是每天 通勤就是到學校去 對 但是因為 高雄 高雄評論的同意真的是太差了 讓我變成說 微微 讓我 幾乎每天都要帶口罩去上課 那 之前是 林院長就是在 他有說過說2019年他要達成 就是系學博威力要 濃度年平均 18微課的目標 但是他跟 空氣品質的標誌事務為課還是有落差的 對那像是 對我們這種通勤的 或是 通勤的學生或是上班職務而言 這是非常 就是沒有辦法等 就是說 我們建議他是沒有辦法等的 對 對那我想說就是 體育公民有講到就是 講說 政府應該要 儘速的 健全高雄市的 就是 公車的入網 如果在 也高度建議在 空污警報日的時候 AQI只達成紅色的時候呢 就是要提供免費的 搭乘捷運與公車的優惠 那 對於就是 如果 AQI就是打 橘色的時候 應該也要給 給予我們這種 在捷運上跟公車上的 票價優惠 那這樣子 鼓勵我們這種 通勤騎摩托車的 學生或是上班職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優待 跟是一個優勢 那 也可以 間接來減少 就是我們在 交通過程的 污染庫路 也可以降低我們這種 市民的健康風險 第一個部分有關於 立狀物的 污染物這些 收徵收空會的 這個問題 站在高雲市政府的一個 角度裡面 我們是 支持 我們支持有關於就是 栗狀污染物 可以 可以來 徵收空污費 那空污費的徵收有關於這個部分 必須要環保署公告 所以我們也會跟 環保署來反應 希望 除了現在的 一個 氮氧化物 氮氧化物 配方性有機物 之外 還能夠加徵有關於 栗狀污染物 我想是 第一點 先跟大家做個說明 第二個部分是 有關於工業區的這個相關的一個 污染的改善 我想工業區的一個 這一些的污染的改善 從過去以來 過去以來 其實改善的幅度都相當的大 如果以林原工業區的這個狀況來說 96年到105年 PM的2.5 PM2.5這個部分 從48 降到了25 其他的 這個流氧化物 淡氧化物的部分 大概都有一些的一個 一半左右的這一些的一個改善 所以 不管是 繼續的 當然這樣的一個改善的情形 還沒有辦法符合 我們市民 跟 所有的一個期待 我想我們這部分 一定會在跟 環保署 一起來努力 一起來努力 不管是從固定員的 不管是從移動員 或者是相關的 這一些 一戰的這個部分 一起來做一些的 管制的部分 那 剛剛 提到就是有關於 李署長有提到三個月來一次的這個狀況 這部分我也會跟 環保署來做一些的 反應 那 第三點有關於 高潔跟 那個 公車 公車 在 洪海的時候 洪海的時候 那去做一些 免費的一個措施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整個初步評估的結果 以捷運或者是公車 大概 以一天來 算大概他整個一個收入 整個一個收入大概需要 五百五十萬左右 那如果以整個一個 目前 冬天的這個洪海的情形 我們評估起來 需要的一個經費相當的多 相當大 所以 有關於 這方面 這方面有關大眾交通的一個 免費 這部分我們會來在針對 財政 針對一個 整個一個 減免的這部分 會來做一個詳細的計算跟研議 這部分也很感謝 整個一個地球公民基金會 跟相關的一個環保團體 對於 這一些提出了我們 這些的一個 這些的一個措施 市府環保局這邊 跟相關的一個 NGO或民眾 是站在一起的 我們也很積極的來改善 這方面的一個 一個 空氣品質 所以 最後 剛剛執事長提到的 有關的就是說 大概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 可以跟NGO相關的團體 等等 能夠有一個 這一些的 一個 平台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來 做一個 規劃 做一個規劃 我希望能夠在 6月初 一個月 現在5月1號 6月初可以跟我們相關的一個 NGO的相關的團體 以及 一些的 專家學者 我們一起來 研理 一起來討論 我們在高雄這一邊 相關的工業區 或者是移動污染源 益善源等等的 這些管制的一個措施 跟管制的一個 策略 好